凌赛程过半的 那想问你在这趟旅程中 成长最多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我内心变坚强了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 很多事情都会让我波动 不管是感动也好 伤心也好 难过也好 激动也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的心脏变强大了 学会了很多的东西 也拓宽了自己人身上的一些见识 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我觉得我变化非常非常大 你看 人心来猜猜这些都是谁 你变成一个 这个很简单 刘欣和张雨昕 雨露君瞻是 陈浩宇和陈丽君 掌上明珠是 朱丹和尚文杰 七彩八卦是谁 不会是我和七薇姐吧 真的吗 七彩 七彩八卦 可以可以我喜欢 李承炫 目前陈锋2024 第一个鸣笛就是蔡文杰 怎么说呢 刚开始的鸣笛可能是我 鸣笛是不断地变化了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很忙 有一天七薇姐跟我说 炫哥给他发信息 怎么人没有了 到底是干嘛了 他说因为这边太忙了 笑死了 所以说炫哥最大的敌人 是陈锋波浪姐姐整个节目组 那有没有看到粉丝 特别想让你看 拍古装器的评论 看到了很多很多很多 就但凡是我的粉丝 好像都想让我拍古装 可能他们觉得 我还是挺适合拍古装的 如果想有这样的粉丝递来 会有这样的轻易的人 其实是有古装本子递来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人要对自我有清醒的认知吧 就适配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毕竟有的角色 可能我觉得我再小一点的时候 会更胜任 就是那种特别古灵精怪的 特别活泼的那种 甜一点的 现在的这样的人生状态的话 可能稍微稳重成熟一点的 找到一个和我适配度高的 武装剧本 我是会去尝试 我也很愿意尝试 弟弟 对王和弟 这个男后是不是有耳朵 对关键你还用了一个西瓜 看了西瓜 看了西瓜 对这就不用看了 后面这诚意 你们这个就先死吗 你这个脸 这诚意太明显了 诚意 看那个银发 白发美男 哎哟 统共我就认识那几个男演员 那几个银发全给你 而且都是老出圈的 如果有选择 如果有选择女生女生 选择邀请 想邀请每些姐姐们来 就是朝你的旅行发行 学姐 她能老细心了 啥事不用愁 只要有她在 导游就是她 林姐必须来 苗苗 碧婷 谢姐姐 七伟姐玩到一块去 这旅行里面 可能会有人做饭 嗯 做饭林姐做 带东西 让谢姐姐带 她啥都有 说笑话我和七伟姐来 学姐当导游 旅行团 准备给起个十年 女儿叫做 叫 欢乐喜剧团 那就是作为这个 十秒学会 弹舌记录保持者 能给我们小小的 吞 我都忘了打吞了 她也没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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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ther 啊 啊 啊